美国白宫宣布总统川普将在6日召开记者会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除为今年5月川普参访耶路撒冷哭墙 美国白宫在当地时间5日晚间宣布总统川普将在6日召开记者会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并将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迁至耶路撒冷此举打破美国数十年来的政策 综合外媒报道 美国白宫5日晚间宣布总统川普将于当地时间6日下午1点台湾时间7日凌晨2点召开记者会发布2点声明 美国政府将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以及把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迁至耶路撒冷 白宫官员指出总统川普认为现在是兑现其竞选承诺的合适时间点 并强调并不是总统先生的决定而是他对历史现实现状的承认 去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川普承诺若当选就要把美国驻以色列使馆从特拉维夫搬迁至耶路撒冷 此举获得大量美国犹太人和基督徒福音派的支持 若川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将打破数十年来的美国政策 由于巴勒斯坦人想让东耶路撒冷成为他们未来的首都 以色列则认为耶路撒冷为自己的永久首都不可分割 美国长期以来政策认为要确定耶路撒冷地位 必须要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协商后决定 美国官员指出 以色列几乎所有的政府机构和议会都在 耶路撒冷而不是特拉维夫 川普若宣布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迁至耶路撒冷 从理论上讲可以直接把美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直接改名为大使馆 但应该会重新选定合适地点设置大使馆 这过程可能需耗时三年 对于川普此项决定 中东各国领导人纷纷发出警告 土耳其总统埃多根 Risab Tayyip Adogan称 耶路撒冷的地位是穆斯林的红线 川普的决定甚至可能促成土耳其断绝与以色列的关系 阿拉伯联盟 Arab Lake秘书长阿波盖特 Ambaybogayt也表示 这不仅对巴勒斯坦的局势 甚至也可能对阿拉伯及伊斯兰地区产生负面影响 阿拉伯总统